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星等级的一定是众说纷纭 所以如果你最近也是觉得纷纷扰扰 那么你很可能是你那个小圈圈里面的明星人物 当然黑历史是最容易被扒开的 所以为什么要说平常做人做事就要小心谨慎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是如何呢 工作方面金牛巨蟹狮子跟射手有感应 金牛星座同学工作方面有点又急又敢 你可能有点不适应也因此而有出差错的可能性 毕竟现在火星也还在你的命宫嘛 所以凡事不要着急哦 反而会假紧弄破碗 反而会做错 所以回复到你的按部就班可能是比较安全的 另一个呢是巨蟹座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最近可能会遇到这种 一直往返沟通搞不清楚状况 或者是对方的确是天兵型的人物哦 你要多一点耐心 那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沟通讯息 有没有遗漏遗失或者是误会 另一个呢是狮子座 狮子星座的朋友一定要姿态低一点哦 最近你的霸气外露哦 很可能反而会让事情更糟 或者是反而会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有时候柔软一点事情会有转环余地 另一个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在事业工作上 最近有非常多的贵人出现哦 这些贵人很可能会给你一些点子 或者是你抓住了一个契机 往下追就对了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那是双子处女天品跟天蝎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最近桃花运多多开啊 或者是蛮欣赏事成的 比如说表白成功 或是周遭的人对你是相当的看重 或者是仰慕等等 你应该自我感觉会挺良好的哦 另一个呢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有翻盘的机会哦 所以不管是由黑转红 或者是感情呢想要追回都蛮有机会的 请把握 另一个呢是天秤座 天秤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 有一点进入老夫老妻模式哦 亦或是呢单身的天秤 你会给人一种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使人无法靠近 如果想要桃花的话 那这个方法就要改一下了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感情方面还蛮不错的哦 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人发现你的优点 或者是对你表达了欣赏或想靠近你 那只要你不预防或者是不拒绝 应该都蛮有机会的 我们来看一下金钱方面了 那是白羊跟摩羯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最近真的要理财哦 你有理财就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那还有可能要用保守的方式 多过于太激进的方式 请参考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最近有赚钱的机会 而且这些机会是源源不断的 对你来说小钱也可以赚哦 由小而累积到多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了 那是水瓶跟双鱼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最近在交通方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很可能就是脚很容易扭到啦 或者是交通方面出什么问题啦 导致于你受伤啊 那或者是最近的确有坐车 长途的机会 所以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筋骨 另外一个呢是双鱼座 双鱼座在养生方面呢 可能就是改变习惯所导致的不对劲 所以如果有长期累积的习惯呢 就是要注意维持 或者也要注意水土不服的问题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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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